佛教三角碼頭 盂蘭聖會慈善有限公司 歷史悠久 正立年份無從稽考 在農曆7月24、25和26 這三天 會在公園達澎拜祭神明 孤雲 並設復戰拜祭仙人 也會聘請經詩眾驚 以及聘請戲班演朝酒戲 藉此安撫孤雲 到達極樂世界 祈求社區平安 除了在公園舉辦盂蘭聖會之外 其實每年的農曆7月初一 即是民間傳說鬼門關大開的第一天 主辦方已經在江樂道西和皇后街一帶 搭起一座小神壇 讓街坊可以拜神和祭憂 2020年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政府在9月發佈限聚令 禁止超過4人的公眾活動 香港各區大部份的盂蘭聖會 都不能夠如常舉辦 佛教三角碼頭盂蘭聖會主辦方 三次向地政署申請 終於於2020年8月18日 即是農曆6月29的下午3時 得到地政署發出的准許通知書 批准搭建小壇拜祭 而中山公園的盂蘭聖會就要取消 主辦方在當日立即請師傅搭棚 佈置小壇 將象徵天地父母 諸偉福神 南神北斗神明的香爐 連同孤雲爐放在小壇裡面 並進行樹藩 象徵請孤雲來領取貢品 當晚天文台還掛起9號風球 一直到第二日 即是農曆7月初一 早上11點過後才掛掛3號風球 之後一眾里士就舉行開孤門儀式 由一位京師開壇念經進行儀式 其後這個小壇就一直開放 讓街坊善信去拜祭 農曆7月24 即是2020年9月11日 往年這一日 是要將小壇裡面 象徵三位神明的香爐 請去中山公園拜祭 而今年 主辦方就改為 將三位神明的爐請回會子 因為今年不能在中山公園進行拜祭 在農曆7月26日 以往在中山公園是盂蘭勝會的最後一日 下午4點完成儀式後 就會開始清拆中山公園 以及皇后街樹起的銅番 指示遊魂野鬼離開這個地方 而今年主辦方也按照以往的時間 清拆皇后街的兩支燈籠番 意味今年的超渡儀式即將完結 到了農曆7月的最後一日 相傳這一日是鬼門關閉的日子 主辦方就會做關姑門儀式 在小壇做結壇儀式 經師就手持鈴鐺和木魚 開始誦經 經師用潮州話來誦經 請孤雲離開小壇 讓他們明年再來過 其後 一眾會董和街坊就開始清理場地 送酒孤雲 之後一眾籌辦者一起在會子吃午飯 算是一年一到儒蘭節的結束 功德圓滿 之後那幾天 即是農曆7月27、28和29 賤信就可以來會子領取福品吃平安 到27天 那些賤信就會拿一張紅色的單上來 來這裡換取福品吃平安 例如有些餅 有些平屋米 有幾個大吉 給他們吃平安 至於未派完的米 便會捐給不同的慈善組織 包括期刊會 作為儒蘭節的慈善報師活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弘 作弘